我是Nine Nine今天要来分享 当你的松紧带裤松紧带太松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修改它 那我今天分享的是比较简易的方法 也是 治标不治本 好 那首先先在那个侧边的 侧边然后先把我们的裤头对折好 那就是看你要改多少公分数呢 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好那再来就是把我们的针从反面穿出去 因为我们要把线口藏在里面嘛 好那我开始要来缝了 那缝的话尽量针距缝小一点 因为你缝的针距越小它就会越牢固 那我今天使用的针法是平针缝 因为如果你想用回针缝的话 就是我有试过不太好缝 所以我就是用平针缝 然后尽量缝的针距 就是比较小这一点 然后再就是因为我是戴裤头 直接这样子缝 其实我觉得这样缝 因为你的衣服啊 就是它的下摆其实会盖住我们 就是裤头的地方 所以我想应该也 比较怎么讲 不容易被发现 那因为这个方法真的还蛮简单的 虽然 虽然它可能只能是维持一段时间的紧度 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你在缝的时候觉得 太硬啊太厚啊 你可以手带顶针然后这样子缝 会比较好缝一点 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适合 还蛮适合那个妈妈他们使用的 因为妈妈要顾小还很忙 然后没有 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画在 缝润上面 那这个方法还蛮适合的 因为简单又快速 任何咱们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表面打尖 其实这是很不好的习惯 那先就会剪掉 好之后你就拉拉一下你的裤头 看一下你缝的是否有没有很牢固 那你看喔我现在拉一拉 就是你缝的越小针他就会越牢固 所以怎么讲就是手缝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不一定说都要积缝 那另一边的裤头也是一样的做法 那另外一边我就不示范了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改送琴带库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很简易的方法